啊 哎 就让你们养老院最近有一小帅哥啊 嗯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照片 哇塞 不错嘛 送你啊 不要不要 你自己留着吧 嘴过三爽 又一小帅哥 挺好的 哇那画面 好好好 多美好 只要有过三爽带 什么画面都美好不起来 他欺负你了 最近烦他 老他更加烦 等一等 你这叫变相的说恩爱你知道吗 嗯 这狗粮我不吃啊 我瘦什么恩爱啊 我最近真烦啊 工作一点都不积极 每天混水摸鱼的 那每天啊就跟 就跟那挤牙膏一样 真是踢一下动一下 拼天上班又在那玩手机 你说气不气人 坏手机 哎 我说你这人叫不知足啊 前段时间因为那什么一夜 闹得吃醋 自然人退出了 好了天下刚太平 你又是那挑三解四的 有什么挑三的 你们那养老院上下这么多人员工 没有一个上班摸鱼的 就过三爽一个人有错啊 是他自己口口声声说要拿养老院当事业 他那是拿养老院当事业啊 他那是拿你当事业啊 他那是拿你当事业啊 他连养老院还瑞瑞陪你啊 这叫陪伴 陪伴是最成情的告白 你懂不懂啊 反正啊 他要是不把身上那个秤毛病赶了 陪伴就是最长的行期 反正现在恋爱专家也说了 由于现在生活节奏较快 过去是七年之痒 现在只需要一年 而且不是结婚一年 是谈恋爱一年 最主要的表现呢 就是看对方不顺眼 所以呢 所以换一个呗 反正现在恋爱成本这么低 你这什么专家听着怎么这么不靠口 本真子